我們各位現場的朋友 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楊總理 大家可以聽得到這個聲音 那我是代表這個好民文化行動 那我們是一個新的也是在在地的中區的這一個協會 那我們透過這個好民文化行動呢 想要在這個社區裡面開始開展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那所以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一個主題就是 好國好民的文化想像是什麼 那在談這個主題之前呢 我想要先調查我們現場的各位朋友 有沒有人認識一個人叫做鄭南榮 你認識鄭南榮的請舉手 你有聽過這個人的請舉手 好請放下 你如果沒有聽過鄭南榮先生的話 也請舉手讓我知道一下好不好 沒有聽過鄭南榮的請舉手 沒關係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人 沒有聽過鄭南榮的請舉手 沒有聽過鄭南榮這個人的請舉手 好也有很多人沒聽過請放下 所以你們知道鄭南榮先生他曾經為了台灣做出一件事情 可能我們尤其比較年輕的朋友從來沒有想過 他自焚 他自焚只為了一件事情 在那個還很威權的台灣的年代 他透過自焚為了要表達一件事情 他要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也就是說 在我們這一個假設 今天在這個綠川市集當中 如果有人想要表達自己的一些 不一樣的言論立場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在這裡自由地表達對不對 包含我們今天可以透過救城小學堂 從早上一直到現在 有不同的講者 來談他們對於社區的想像 對於州區的想像 對於東南亞文化的一些思維 所以透過這種方式 是很自由地去表達我們自己的想法 立場態度 可是呢 在過去 台灣我們並不是這樣的一個社會 很多人也都知道了 所以其實鄭南榮先生 他在過去透過自焚 去爭取台灣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台灣的社會 有那麼多眾生喧嘩 可以表達各式各樣不同的立場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很多元的聲音 很多元的文化在台灣表現出來 然後就像我們今天展現在 綠川市集 所有看到各個台灣會不同的 表現出來的東西 所以當時 這個鄭南榮先生 他曾經有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 他在形容我們台灣 還有我們台灣人民 他曾經說 我們是小國小民 很小嘛 我們是小國小民 但是 但是 很重要 但是我們也是好國好民 也就是說 我們雖然做一個很小的國家 可是呢 我們台灣的人民 可以成為一個非常好的國家 也可以有 擁有非常良好的人民 所以 要怎麼樣去形塑出 我們有一個好國好民 那我來跟大家講 再講另外一件事情 雖然現在談的東西 你會覺得比較深奧 比較嚴肅一點 可是沒關係 我們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個 這邊有一個攤位 台中哲學星期五 的負責人 那我們每個禮拜五 晚上 七點半在中區的民權路 78號 想想人文空間 我們都有像這樣子一個 人文的咖啡沙龍的方式 我們透過 一個很輕鬆的方法來討論 像我們今天想要討論的 嚴肅的話題 那 比較哲學性的東西 比較深刻性的東西 我們就來討論 所以我今天要來討論 一些比較深刻的東西 那 像是這樣的好國好民 我們要怎麼去形塑 這樣的一個文化呢 所有的文化 都是被建構起來的 所有文化 是可以被建構的 也就是說 我們在過去 過去我們受的教育 我們接受 是什麼樣一個文化 我們只有接受單一一種 要效忠國家領袖的一種單一的文化 所以 你在學校可能有法禁 你不可以用得很漂亮 因為我們不准 人民有太多多元的美感 可是呢 經過民主轉型之後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場 有許許多多的攤位 他們透過不同的形式表達 表達出我們台灣人想要的那種美感 而不再是 比如說國民黨的這種威權 想要的那種單一一種性質的美感 齁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種文化 所以文化是靠誰來建立 靠著我們人民自己來建立的 靠著我們自己 人民建立自己想要的那種美感的文化 而不是靠著 由上而下 來自於政府要求的 說我們只能一種單一的美感的文化 只有這種才叫做最美 其他的都不是 所以只有講某一種語言的 他才是正統 其他語言就不是 所以你看到我們在台灣的文化當中 在過去我們很多的 重要的文化開始在消失 比如說我們看到我們中區 我們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文史 一些重要的景點 逐漸在消失 因為我們都追求要發展 因為大家要追求什麼 要回家 可是我們也看到在這幾年來 包含像是文史復興組合 這樣一個團體 他們在透過 很多多元的方式 我們看到有許許多多的小旅行發生 有導覽在這個社區發生 所以 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我們開始去重新回過頭來 認識我們這個社區裡面的重要的歷史 這個就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 那我們也看到什麼樣的文化在消失呢 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語言的文化 我今天現在這裡 我用的是北京話跟大家講話 可是我們很多我們在 生長在我們社區裡面的我們台灣人 尤其我們年輕的一代 我們不會說我們的台灣人 所以 我們要透過什麼東西 藝術 藝術 所以你看有一些說唱的藝術方式 我們可以透過種種不同的藝術的方式來表達 有人透過繪畫 重新尋回我們要的語言 我們看到了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我們原住民族裡面 更多的文化語言也逐漸著 被過去以漢人為主的中心思想 來剝奪他們應該本來就要有 擁有的那些文化跟語言的權利 所以我們看到 許許多多的人在透過不同的形式 你可以看到 有人透過藝術的方式來表達 有人透過繪畫 建築 各種的 充滿很多元有創意的方式 來開始重新建立我們自己想要的那種文化 所以我說這種就是一個好民的文化 我們好民的文化我們從來 每次我們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說 你先不要來講政治 對我要跟你講的就是政治 可是呢 政治這件事情不代表說 我要透過選舉發生 政治這件事情 就在我們現在的這個場子裡面正在發生 我們透過多元的一種文化的展現方式 建立屬於我們自己的主流的文化 雖然我們這邊看起來好像人還不是很多啦 可是 漸漸的 我常常在講 我們哲學姓起初講 我們在一個地方社區裡面 我們現在匯集的是少數的孤單的靈魂 因為我們現在是少數 可是當我們這樣的聲音不斷的在社區裡面去發出聲音的時候 我們創造出更多的行動的時候 我們會變成一種開始我們從非主流的少數的孤單的靈魂 少數的這種弱勢的文化 我們漸漸的會成為這個社區裡面 這個城市裡面 還有這個國家裡面主流的文化 這個主流文化就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擁有美感的文化 我們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台灣人民自己想要的文化 當我們擁有這樣一個深度夠厚實的公民社會的文化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可以很驕傲講一件事情 台灣我們是主張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我們就不用再害怕說 我們會不會是小國小民嗎 因為我們已經是好國好民了啊 所以透過這樣好國好民 所以回到另外一件事情我講的是政治嘛 我們在過去的這兩年當中 昨天是318對不對 兩年前的318有許許多多的人 他們在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佔領了立法院對不對 在那一場佔領的行動裡面 有全台灣超過50萬的人去聲援這場運動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開始在想說我們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我們除了發展我們自己的經濟以外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開始透過 在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看到社會當中 許許多多的社會的抗爭運動 為了要抗爭什麼 抗爭那些屬於被壓迫的 弱勢的 少數的群 群體的他們的權力被 被剝奪的時候 我們也有看到很多 富有正義感的台灣人站出來 為這些弱勢 為這些被壓迫的社群 為這些人在發聲 為這些人發出聲音 我們又展開了一些行動 所以你看在2014年318這場運動之後呢 我們看到2014年11月的九合一大選裡面 在政治的行動裡面 我們看到了 包含我們六都裡面有非常多的改變 所以過去的這個國民黨長期執政的這個狀況 在2014年開始漸漸的被 開始有了一些改變 不一樣了 在去年開始 2015有許許多多新的 我們講說新政治 第三勢力跑出來 主黨對不對 綠黨 社民黨 時代力量 這些新興的政黨 基金特異這些新興的政黨 跑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追求一個 新的政治的改變的可能 他們希望透過政治運動 政治行動 來建立他們想要的國家的制度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有理想 充滿理想主義的人 跑出來為台灣這個社會來貢獻 他們希望進到體制內 改變那個長期以來 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現象 許許多多弱勢的 包含我們現在所謂比較中產的 我們這些現場以青年為主的 我們都說清貧主 為什麼 因為大家每個月 可能領的是一些很基本的 很低薪的 可是你必須透過血汗的勞動 包含現在青年的創業 我們在場有許許多多攤位 創業上的困難 為什麼 因為我們過去長期國家的資源 是由財團來把持的 我們年輕人的機會被剝奪掉了 所以我們透過許許多多 我們在去年看到有許多人 透過主黨的運動 要來改變 我們剛剛在今年的1月16號 看到一些很重要的改變 包含我們即將有產生一位新的總統 以及呢 我們看到國會有非常大的改變 過去長期執政的 在國會裡面佔多數的國民黨 他現在已經萎縮到35席 可是35席代表的是什麼 他還有300多萬票 所以他 很多人喜歡講一句話 國民黨沒到 台灣就不好 這個是從政治來出發的 可是我們如果可以開始建立好國好民 的一種文化思想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另外一件事情 台灣人哪好 這個國家會國好 所以說 我們就不用擔心說台灣人如果 我們如果台灣人會越來越好 我們成為一個好民的時候 這個國家啊 會變得不一樣 國民黨會倒得更快 為什麼 因為代表的是一個威權 代表法西斯的那種保守的反動的勢力 他會開始快速的萎縮 然後呢 產生我們像我們在場的這一群 我們所有這些 我們會建立起我們自己要的好民的文化 我們就不用再害怕 所以 那接下來我要講 這個就是好民文化的一個概念 好民文化行動的一個概念 那我談完這個概念以後 接下來我要談什麼事 談我們準備要做的事情 大家手機可以拿起來 可以搜尋 在臉書上搜尋好民文化行動 可以搜尋到我們粉絲頁 作為一個在這個社區 剛起步的團體 其實我們沒有剛起步啊 我們兩年多以前 我們就在台中 在好辦 開始在做哲學星期五 如果有人參加過哲學星期五的話 我們在兩年多前 開始在這個社區裡面 捲動所有 我們自己認為我們是少數的人 可是在這兩年多來 我們舉辦過超過一百多場的論壇 在每一場的論壇裡面 我們談論到了不同的主題 我們看到各式各樣可能的人 優秀的青年 充滿了理想主義的青年 那這些人 開始讓我們看到更多的不一樣 我們覺得說應該有更多的行動 所以在今年我們開始要展開 好民文化行動的一些 重要的在社區的工作 那首先呢 我們其實已經在前一陣子推出了 我們跟這個剛剛分享的1095的朋友 晏傑他們 我們會一起來共同合作 我們也跟這個 像是TWA 台灣國際勞工陣線 南洋台灣姐妹會 這些屬於新移民移工的團體 我們因為我們坐落在這中區裡面 我們看到有一群跟我們在這社區居民很不一樣的 另外一批人 他們是誰 可能是新來的新移民 可能是從東南亞來的移工 這些移工朋友他雖然不是住在我們社區 可是他透過假日來到第一廣場 透過消費透過休閒活動的方式 也進入到了我們社區 當這些人進入到我們社區 他就是我們社區裡面的一份子 社區裡面的一份子 我們要的不是排除 我們要的是彼此有更多文化上彼此接觸 彼此的認識 了解他們在想什麼 我們也告訴他們 我們在想什麼 透過更多這樣的文化接觸的時候 我們這個社區會越來越好 而不是你所看到的那個髒亂的 破敗的破舊的這個台中的中區 舊城區 因為我們會有一群共同意識的人 形成一個社區 包含這些新移民 新移工 他也會成為我們社區的一份子 所以好文化行動呢 我們在下個禮拜 我們就有一場這個工作坊 我們已經招募一批田野坊調的志工 因為我們必須要真正的去認識這個社區 所以我們起步就是說 我們在下個禮拜呢 我們開始招募了一群志工 準備進入到第一廣場 還有地管廣場周邊 我們跟1095這些好朋友合作 一起來做一批的田野坊調 來了解這個社區需要什麼 來了解在社區裡面走動的這些好朋友們 這些移民移工 還有我們自己在地的商家 我們自己在地的產業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透過這些基本的需求了解評估之後 我們才能真正的再往下一步走 那我們準備要改變哪些事情 所以這是好文化行動的第一步的行動 第二個行動 你現在同樣翻 我們的粉絲頁也看得到 第二個行動呢 也就是我們現在我們看到我們地方上 你看我們中區 我們看到舊城區 這些許許多多的問題也存在 雖然我們看到很多改變的可能了 可是我們一樣看到問題啊 你走在這個街道上 你看到這個馬路也許不是那麼友善行人 你看到了我們這個社區裡面 可能還有一些很髒亂的地方 我們甚至看到我們整個台中市 還有很多許許多說 不如我們理想當中的那個樣子 作為一個台中市民 我們應該要做哪一件事情 我們應該去監督我們台中市政府 還有我們台中市議會 尤其是我們的台中市議會 我必須這樣 市政府要監督 可是通常是誰在監督 行政單位要有立法單位來監督對不對 可是我們的立法單位也就是市議會 我們台灣的地方政治從根爛到尾了 從頭爛到尾了 所以要透過這個地方政治要改變 我們要成為一個什麼 我們自己好名文化 我們要成為一個好名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什麼 地方勢力啊 我們透過形成一個好的地方的勢力 去影響那些不好的勢力 去取代他們 所以我們在 目前開始招募 也還在招募當中 大家有空看我們臉書 你可以去點選如果有興趣 我們準備安排一場議會的小旅行 各位現場的朋友 你有沒有去過台中市議會旁聽過的 有去旁聽過的請舉手 沒有旁聽過的請舉手 所以你們好請放下 所以你們大部分沒有去過台中市議會 我告訴你們台中市議會要來幹什麼 我前兩天去看啦 這幾天台中市開這個議會的臨時會 你可以看到我們台中市議會的網站說 早上10點開始開議 10點要開到下午5點對不對 我這兩天我都早上9點半 就去台中市議會的旁聽席 就開始坐下來 10點開議嘛 所以我9點半提早到 各位現場的朋友 你們知道台中市議員幾點才開始開會嗎 10點半 11點 連續兩天 第一天11點33分開議 第二天進步了一點點 11點24分開議 朱朱比原定10點開議的時間 都完了將近一個半小時 好 10點表定開會 5點要表定結束 幾點開會結束 3點 6點 有沒有 沒有12點 11點半叫苦苦的 12點會繼續 2點 2點 2點的任務會答對了 第一天大概1點45分的時候就結束了 第二天開了9點 大概2點半左右結束 所以他從11點半 開 頂多開到2點半就結束了 一個月我們不知道付給市議員多少薪水 台中市議員是直轄市議員 我們一個月要付給一個議員的薪水是39萬 包含他的助理費用 所以 這個東西是我們自己一票一票投出來的 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形成一個好名 我們要開始監督他 為什麼 因為這個議員他有理由啊 他說 為什麼我要11點才來開會 對 因為我10點的時候要跑公祭現場 公祭如果我們家有親戚朋友還是 就是有人過網了怎麼樣 那如果是我的立場我現在很不希望有這些真正人物來 我希望他好好的去議會裡面開會 然後搭三圓嗎 有貴嗎 很貴啊 所以 他是邊吃飯然後邊開會 然後 我 談到問政的品質我就不講了 問政品質你現在網路上找都可以看到這些市議員開會的那個 那個樣子啊 就是 不把人當人看 基本上是這樣 那 所以說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如果有願意 比如說我們 歡迎退休的人士 因為平常開會是白天的時間 如果大學生你早上下午沒有課 也歡迎來 報名參加 如果有家庭主婦覺得在家裡太無聊 也歡迎 你如果買菜買完了 覺得10點差不多了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來議會我們的旅行 你把你的那些菜籃都拿進來 那個都沒有關係 不會有人阻擋你 歡迎二度就業的所有的朋友 可以一起來參加我們的議會的小旅行 我們會帶你好好參觀一下我們台中市議會 這麼 你看在七崎這一區裡面 這麼漂亮的建築物 然後我們來仔細看看 這麼漂亮的 建築物裡面的人都在幹什麼 是不是金玉其外 下面四個字我就不講了 所以我們開始要來建立 我們自己社區裡面的好民的文化 我們從我們自己開始做起 然後呢 我們從這些開始做起以後 我們要試著去揭露一些事情 讓更多的台中市民了解 然後更多台中市民了解以後 就會更多人知道就來參與 更多人參與就會很多人監督 讓我們的政治會更好 我們的地方政治好 我們的社區好 我們就不用擔心說 以後我們會再選出一個不好的人 進入到政治領域把我們的立法搞得很爛 把我們的市政 把我們的國家搞得很爛 因為他知道有人在看 他會害怕 所以他要認真一點處理 認真一點做事情 這個就是台灣 我們就不用擔心那些 比如說什麼第三勢力選不贏 或這些有理想的新的政治選不贏 因為我們台灣人夠好的話 新的政治我們就不用說 他們每一次都要投入大批的這個資源 錢 然後投入選舉裡面 因為台灣人開始成長了 所以我說好民文化 我們必須要做一件 這件很重要的事情 開始台灣人翻轉我們自己的公民的意識 提升我們自己對於公公的想像 我們自己的知識水準 我們開始要提高自己 所以我們接下來還有下半年 我們還會提供更多的包含講座 像哲午也好 或者是幫我們另外有開闢一些講座 開闢一些課程 讀書會 那透過一些很豐富多元的 多元文化的方式 大家不要覺得說我們是用上課的方式 我們在共同學習的方式 來共同在這社區裡面成長 共同在台中是彼此成長 接下來我們就會開始面對 我們台中會變得越來越好 那我先簡短就是介紹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 待會兒我們可以再來做一些交流 謝謝